媽媽 妳要好好保重 而且他們兩個人第一次合作 就擦出超厲害的火花 兩個人真的互罵 互斥 互尬 但是兩個又超有愛的 在這部片裡面真的很棒 我們歡迎瀑布的賈靜雯和王靜 真的很開心看到你們 那這部片總共拍了38天 如果要用三個形容詞來形容 這38天的歷程 你們會用什麼樣的形容詞來形容 王靜先笑了 來 先說 妳怎麼那麼忍睹 對不起 我就在等妳的反應 驚悚 妳呢 是對自己嗎 對整個環境 驚悚 認同 然後 就是 我覺得好像無靈魂 無靈魂 抽空 抽空 我們要抽空 折磨 為什麼聽起來很可怕 聽起來整個過程就很恐怖 很符合瀑布的內容 為什麼說驚悚呢 是因為看到偶像靜雯姐姐驚悚嗎 一開始確實是 但是那個應該是 期待跟刺激 就是一開始接到劇本之後很緊張 但是隨著時間越來越近 妳想說 可以見到靜雯姐了這樣子 結果進劇組第一天感受到 那個中導的威力 就開始變得驚悚 對啊 那個氛圍 我覺得就會帶到一種態度跟狀況 其實我覺得那個驚悚是 兩人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其實滿驚悚的 從前面的跟導演的談話 然後一直到進入角色到結束 我覺得我好像整個靈魂有被抽掉 就是很多時候的表演的狀態 跟現場的氛圍 我覺得都有點 自己回頭想去說 那個是我的演出嗎 對 你需要一直待在那個角色裡面 還是你可以導演一喊咖就跳出來 要看戲耶 看一些狀況 比如說有時候跟她對戲其實 因為我自己是母親嘛 所以有時候很像從她腦袋扒她去 你知道嗎 這小蜜蜜 在那邊哭我 頂嘴 但是戲裡的關係 我必須有一個有距離的 就是對 因為她是比較平靜跟沉重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以後布布那樣跟你說話 你會怎麼樣嗎 我現在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我剛剛演完瀑布 沒辦法想到瀑布 瀑布 對 那王靖呢 你有被抽空感嗎 還是 因為你的角色也有很 不像你的時候 我覺得我反而 我可能跟媽媽是想反 我反而好像是 因為我很緊張 所以我會一直很想要抓一些東西 裝到我的體內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那個時候某方面 小靖也需要巨大的能量 才能夠支撐起這個 類似像是支離破碎的家庭吧 所以反而 我好像反而不是 囚控 我反而就是 一直在 在想要獲得一些 一些勇氣跟能量的感覺 包括可能從我自己自身經驗裡面啊 開始找啊什麼的 那剛剛有說就是 進入那個劇組 看到中導 就覺得很驚悚 是他的島戲風格怎麼了嗎 也 沒有啊 因為我覺得導演很好的 就是他給了我們一個氛圍 就是現場的氛圍 包括在前面 我覺得應該是說都沒有什麼囉嗦 然後我們驚悚的是 因為我們自己都不能看回放 不能看回放 就是導演的節奏很快 因為基本上他是拍完 他覺得OK 就沒有必要 就是他會再往下走 那你就會對這個事情 好像跟以前經驗有點不大一樣 然後覺得 就不知道怎麼樣 對 那個信任的東西 其實是慢慢建立上去的 我自己的感覺 所以那個驚悚應該是說 拍攝的整個經驗好像 有點跟以往不大一樣 然後導演又很俐落 快速 然後不囉嗦 他會在每個鏡頭前 先跟你溝通好說 他這個要的是什麼 然後你馬上進去以後就 很快就結束了 還是讓你自由發揮之後 再來溝通 好像沒有什麼溝通 他頂多只會告訴你說 欸 走到這邊到那邊 就是一些位置的部分 所以包括情緒內容 因為導演是一個很自信的導演 他都覺得在他的劇本的 任何文字上都很 很清楚的表現 嗯 所以他給我們也 有一些演員 比較大的空間 這樣 嗯 那王靖妳有說就是 演這部想要把以前的 學到的演戲的東西都 砍掉重練了 嗯 是怎麼一個狀況 因為是 怎麼默默聽到旁邊 有聲吸一口氣呢 因為我 因為我是一個記性不太好的人 所以我很討厭背台詞 對 就是我基本上可能過往的經驗就是 我不知道聽我的解釋 但我就是譬如說 一頁的台詞 我就會全出 我要講重點 然後大概知道 對大概知道這個角色 在這場動機是什麼 就會比較隨性發揮這樣 但是這一次呢就是會比較需要一字一字的 on point 然後包括說他的逗號 哪裡你就要換氣 然後 然後每一個字的結尾的 媽跟把 不能亂換喔 哎呦 好嗎 就是或者是可以嗎 不行不行 你就是一定要 如果他是寫可以句點 你就一定要可以 對 你不能是可以嗎 就你自己換一個 不行 那個完全不行 導演是一個很 這部分部分我覺得是蠻嚴格的 就跟 我們倆有討論過 哈哈哈哈 就是跟以往的合作經驗不大一樣 因為我也是跟 黃靖很像 就是在某些時候 劇本的東西 你只要順自己的口氣啊 你台詞可能 調整一下下 好像都還OK 可是其實我 進去拍之前 就已經聽說這件事情 所以我非常乖的 就是劇本全部 對 逗點句點驚嘆號 就搞清楚 然後呈現這樣 嗯 因為剛剛就很想問說 你們什麼時候發現這件事 所以你是在之前 就有聽說導演是這樣 對 那王靖啊 我是他自己本人 就是很明確的告訴我說 欸小靖你跟你說一下 就我不喜歡別人改我的本喔 這樣 然後在開拍之前啦 對 我就想說 好的 結果殊不知開拍中途 會一直收到非夜 就現場會有加東西 對 你前天晚上背的東西 可能就是 到現場 有一堂詞很多的那一場 我還被罵 對對對 因為那個非夜真的是 所以被罵是被導演罵 沒有啦 他只有說欸 我有說過 就是盡量不要改詞 這樣子 然後我就 好的好的 那趕快去旁邊這樣 對 因為我那一句好像也只是 剛好是一個字直插 其實我也是見不出來 對對對 一般觀眾都很見不出來 但是因為導演自己是編劇 對 沒錯沒錯沒錯 我覺得有要求 其實也是好事啦 反正演員都要經歷不同的導演啊 一些要求 才會有一些不同的樣子 所以你們兩個 第一次見面是 就已經是拍戲了嗎 還是有讀本 有培養默契 哪有這件事情 有經過中導要讀本跟培養默契嗎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就是開拍第一天就直接 而且第一天就要演 就是一個壞女兒這樣子 算是有點順拍這樣 前面是順拍 其實幾乎都還蠻多順順拍 其實這樣也好啦 因為我覺得母女之間的關係 在戲裡面本來就不是 啊什麼什麼這一種 所以我覺得導演也覺得不需要 那我們也就順著那個 有一點點陌生的狀況 就像到青春期跟媽媽之間的關係 然後看到她 我也會覺得哇那個眼神 所以我就說跟她合作的第一幕 就是她從書房出來那時候 其實好像就 你會覺得說 對到青春期的眼神 好像就是 會讓媽媽很揪心你知道 就是明明是 只是跟你講一句話 有這麼多情緒在裡面嗎 然後媽媽的怒就會要出現了這樣 那王靖有說 靜雯姐在這次表演上 給你很多幫助 比如說 245 4 4 2 5 6 6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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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8 10